出現超大暴龍 降少生日 帶他去吉田法式鐵板燒 高賞他一下 這疫情都沒辦法出門 難得出去吃大餐 美滋滋的牛排 哇 上菜了 上菜了 超貼心的 直接幫你切好 哇 口水直流了 來自北海道的生蠔 超大隻 超juicy的 居然在台灣可以吃的到 沙拉呢 哇 松露蒸蛋 放大給你們看 超讚的 我們的前菜出來了 哇 超大干貝 秉級食材 紅喉魚 大家是我們的重頭戲了 大阪跟森林溫泉酒店 哎唷 有人沒戴安全帽 這樣子不行喔 哇 連隔板都做出來了 直接進門了 哇 牙刷 沐浴乳 洗髮精跟潤膚乳 堪絲分離的浴室 哇 這個免治馬桶跟我加的一樣啊 哎唷 再來是 陽春的生日蛋糕 陽春的生日蛋糕 這裡有兩份咖啡 兩瓶水 然後它的客房還有這個保險櫃 再來是我們的沒有冷藏工人的冰箱 兩瓶水 那我們這次訂房呢 是住這個 兩小床的房間 然後有深等 就是有多一個和室喔 我看起來好美味喔 好日式的感覺 concept 作詞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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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這邊還有箱片 外面還可以看到游泳池 可是現在游泳池沒有開放 天氣還很好 我們先帶醬草去外面走一走晃晃 今天平日沒什麼人 超爽的 他這邊還有一個原始森林入口耶 帶大家上去看一下 這邊有個便利商店耶 板根便利店 今天沒有開放 修管 這邊有個魚池喔 魚池超大隻的 這現在是從魚池看下去喔 這真的是好山好水啊 這什麼 暴龍耶 他如果會動的話就很可怕了 給大家看 晚上好像還會打光喔 然後 他白天的時候真的會動還會叫 超巨大的 三角龍耶 他左邊這邊是我們的烤肉區喔 那今天沒有開放可惜 下次 應該是暑假期間吧 等他那個疫情減緩之後應該就會開放 我們的大阪跟原始森林區還有分一環 30分鐘 二環60分鐘喔 三環是90分鐘來回喔 真的是有點久 那我們 現在是下午時間的話 先帶上 先帶大家去看一下好了 但是 環繞的話應該是別人早上的行程喔 森林種種 健康久久 哇 這麼多昆蟲啊 238 種啊 重點是他的芬多精還蠻多的 一走進來就有慘的叫聲然後 等一下 還有大金剛喔 我這麼多人群聚是怎樣 等一下 這什麼 垃圾桶啊 這怎麼開啊 等一下 是不是有個什麼機關啊 我看一下 這松鼠感覺怪怪的喔 打開了 好酷喔 而且這樣子 蚊蟲也不會飛進去 然後還 可以抑制臭味喔 有沒有看到那個燈光打開了 歡迎 麗靈大阪根 打光之後就比較好一點了 晚上也不會那麼可怕 或是看到大暴龍的時候就知道了 這邊還有這個禮品布喔 很多 玩具 哇 重點是晚上還有泡麵可以吃啊 完全不用怕餓肚子了 哇 它還有自製的胡椒豬餅喔 錯嘛 煎餅 而且是用他們自己開發的喔 哇 晚上的感覺就是不同喔 晚上這裡真的是蠻 安靜的 然後也蠻安全的 因為附近就有警察局 好啊 各位我們的早餐啊 早餐是 廚房配好給我們送過來了 不能自己假取 有點可惜喔 那 基本上要什麼就是跟他們講就可以了 這次我們有這個麵條呢 是還蠻Q彈的 接下來這個時段呢是 要去走我們的森林步道 剛好有這個 這個解說員可以跟他一起 走 有有有白天恐龍開始叫了 哇 暴龍 真的會動耶 不是假的 這個也可以 有什麼東西 通常他有叫喔 他可能是定點時間會播放吧 哇 瞧這個 溪流水就是不一樣 旁邊還有寵物房喔 住在這邊真的是還蠻享受的 但是就是 可能蚊子會比較多一點 反根樹 我在這個 這個有點可怕 我單手只有相機拿來走這樣 哇 這個馬路超大隻的 只有山上才看得到 據說那棵樹是 風水人工種植的 好啦 我們的板根之旅呢 到這邊結束了 感謝各位收看 別忘了幫我影片按個讚喔 下次見喔 掰掰 掰掰